155 東方日報 新視野號將全永黃星影像 2015年7月15日國際A27 本部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總座NASO的新視野號New Horizons無人探測器 經過接近5億公里的旅程,於昨日歷史勝略過最接近明黃星的位置 調他將會傳回前所未見的影像細節,成為人類探索宇宙的一個重要理程碑 新視野號略過冥黃星最接近的位置時,科學家一同慶祝,發生寫圖片 略過最接近位置新視野號於香港時間昨晚7時許,於時速約近5萬公里 再距離冥黃星12500公里處略過 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學中心觀察整個過程的 NASA科學家在新視野號略過最接近點一刻,一同慶祝 新視野號定於香港時間今晨才傳媒信號 但信號需近5小時才送底地球 如聊今日稍後時間,才能確定新視野號超高速略過冥黃星後有否撞位 以及一倒他傳媒的珍貴影像細節,新視野號早前已傳媒 冥黃星和其最大最皮卡容,有史以來最清晰的照片 有史以來的簡距離